做菜 这个是色香味 建议你可以叫沙朗牛盘 一定要使用它的放寥寥 吃它的炭火套餐 它口感上呢 有点像是Marzarin 而且还有游泳食物 嗨我是宝可梦 美国运通千丈白金卡的 2023年权益出炉了 赶快来看看吧 美国运通千丈白金卡的权益呢 你可以扫下面的QR Code 可以连接到官方的正式网页 你就可以确认目前最新的状况咯 年费36,800没有改变 申办的资格呢 只要年收150到200万以上 就可以申请了 它也是台湾信用卡里面少数的金属卡 可以申请两张免费的附属卡 刷卡累积比例呢 国内30元一里 海外呢30元27分 海外交易会收2%的手续费 亮点就是这些点数呢 终生不会过期 只要你卡片还有效 点数呢可以慢慢的使用 可以1比1来兑换六大航空公司 开卡满额里呢 目前最新的好康呢 是即日起到2023年的2月28号 你可以选择两个好里 其中一个 第一个呢是2万刷卡金 第二个呢是6万点的会员酬兵积分 2万刷卡金呢 只要不限金额认刷一笔 就可以拿到6万会员积分呢 它要分两个 第一个呢是认刷一笔 就可以取得5万积分 第二个呢要累积刷卡满10万元 那就可以拿到额外加码的1万积分 这张卡片2023年的美食优惠呢 其实还是有的哦 台北军乐酒店的漂亮广式海鲜餐厅 Zigazaga 凯飞屋 茶园 这些都保留 台北金华酒店的Robbins牛排屋 Robbins铁板烧 三饭本家金华轩 还有伯利厅 一样也是有的哦 故宫金华也不错吃 美福大饭店的GMT意大利餐厅 秦三日本料理 台北老爷的民工粤菜厅 还有中山日本料理都是有的 台北远东大饭店的最月楼 马可波罗这个也都是我非常推荐的 米其林五星饭店的用餐八五折 其实八五折的话呢 因为还要在额外加收10%的手续费 所以我个人觉得相对而言比较不划算 所以八五折的我就比较不去吃了 如果你有用餐需求 用这张卡片也是可以省下一点 这边也是 五星饭店每晚3300 这个就是蛮不错的亮点 不论是金华酒店 台北军乐酒店 台北喜来登大饭店 台北老爷大酒店 台南精英酒店都是有住一晚3300的折扣 尤其是礼拜五跟礼拜六晚上住宿呢 他们的价格其实是最贵的 所以但是你只要用3300就可以换到 这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度假酒店买一送一 老爷酒店在郊西的部分 是非常非常昂贵的 这个拿来住CP值非常的高 还有桃园的大溪 利富威斯丁度假酒店买一碗送一碗也很好 精英国际行馆跟郊西寒木酒店 这些呢 都是在旺季的时候来做兑换呢 你的CP值是最高的 顶级酒店免费升等 台北无华东方 大地酒店 桃园大溪 利富威斯丁 还有云品 跟精英国际行馆 还有花莲央月美地 这些呢 都是非常经典的酒店 再来要跟大家推荐的是 必吃必住的餐厅 第一个是精华Robbins铁板烧 精华Robbins铁板烧 平均一克大概是4000元左右 如果你喜欢吃海鲜的话呢 我建议你可以点海鲜盘 男生如果想吃多一点 你可以点菲力牛排 会很有饱足感 素食者呢 也不用担心 他们有素食套餐可以食用 素食的主菜呢 我上次吃的是马背起司 它口感上呢 有一点像是马杰瑞拉起司 但是呢 更有嚼劲 吃了呢 会有饱足感 美福GMT意大利餐厅 它的前菜呢 有一道叫做火腿哈密瓜 真的是一绝 前菜必点 推荐你点它的披萨 像玛格丽特 上面的起司用料非常的丰富 点了绝对不会后悔 这个吃了都会堪息 主食的话呢 你可以点酥肥小牛排 外酥内嫩 有90分哦 番茄罗勒意大利面 是我最爱的 非常浓烈的番茄味 面也很Q弹 非常的推荐 远气马可菠萝 它光是面包的沾酱就有四种 非常的用心 它们的面包呢 种类居然有到六种 这么多 各有滋味 它的龙虾面呢 会在你的桌边来帮你做菜 给你看 这个是色香味俱全 非常具有冲击性 请你一定要点来尝试看看 台北精华酒店 住一个晚上呢 只要3300元 礼拜五晚上 它的价格是多少 我查过了 居然要价9417元 等于是 你用大白或是小白订房 直接省下6171元 而且还有游泳池 跟健身板可以用 第二天早上呢 你可以去吃博力厅的早餐 它的官网价格 一刻要价880加10% 两个人的话呢 就1600了 礼拜五 礼拜六晚上来住呢 CP值最高 美福秦山日本料理 美福的师傅呢 他的烧烤技术一流 推荐你吃他的炭火套餐 海鲜跟虾还有鱼呢 也都是新鲜的好货色 应该是所有五星级饭店里面呢 食材品质最好的餐厅 我已经去过三次了 素食呢 也是有套餐可以吃 而且他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变化 每次吃都不一样 很推荐你去吃 精英国际行馆的 寓职行义 高雄精英国际行馆 搭配千丈百金卡呢 你可以升等到寓职行义的套房 除了有一大床之外呢 还有两间厕所 还有客厅跟浴缸 室内呢 接近30平 其实非常的宽阔 他第二天呢 也付你两克早餐 每个人呢 都有一个set 然后还有面包跟水果自助吧 非常的丰盛 精华Robbins牛排屋 他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可以去吃那个 像田园沙拉爸一样 非常的缤纷 还有种田 这个看起来很可爱 旁边呢 也有十多种的甜点跟冰淇淋 不吃主菜的话呢 你光吃这个沙拉爸 也会饱 荤食呢 建议你可以叫沙朗牛排 非常大一块 汁水风雨 素食呢 则是送上经典的义式炖饭 非常的道地 大溪威斯汀水疗套房 他房间呢 有一个SPA的按摩空间 如果是女性朋友入住的话呢 请你一定要使用 他的方寮疗程 非常的棒 他的房间平数 接近大概40平 他外面呢 还有一个超大的露天泡澡池 如果是有小朋友来这边玩水的话 一定非常的开心 所以推荐 荷家大小一起来玩 军月ZIGZAGA 推荐你呢 可以点碳烤羊排 他的份量非常的足 软嫩 无腥味的羊 还有碳烤蔬菜意大利面 这个是for素食的 碳烤香气 非常的均匀入味 军月的甜点呢 也很不错 美丽又好吃 2022年呢 宝可梦大概吃了26次的五星餐厅 总共省下了57,548元 2022年呢 我一共也住了5次的订房 还有房型升等 总共省下了34,775元 这一年里面呢 大概省下了超过92323元 如果把我缴出去的年费36,000%扣掉 等于是倒赚6万多块钱 甚至把这些钱拿来支付我下一年度的年费 也是绰绰有余的 大白呢 就是一张正收益的卡片 怎么刷 怎么赚 美国运动千丈白金卡2023年的亮点 就是飞行领域 第一 全球机场贵宾室呢 免费无限次使用 只要你是常飞客的话呢 有一张千丈白金卡 那么你使用的Centrian Lounge机场贵宾室 或者是Priority Pass的机场贵宾室 都是可以免费进出的 也提醒你 你可以帮你的附属卡来申请 并且免费使用 一年送你4趟的免费机场接送 只要使用大白来刷你这一次的机票 或者是全额团费 就可以使用机场接送 那最多呢 就是叫4次 这样子 就可以把它使用完毕 那他还有提供一个白金秘书的支援服务 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旅游订饭店 订机票 都可以透过他们 0800 055 500 那再来要跟大家聊的是 什么是FHR 这个是美国运通在疫情之前 就有提供的服务 这个Find Hotels Resort 到底有什么优点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FHR指的就是 全球的精选豪华酒店住宿礼遇 它的活动期间呢 是2023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有精选的四季酒店 半岛 文华东方 香格里拉 利斯卡尔顿 甚至还有像安曼 超五星的饭店呢 其实都是有额外的合作 FHR提供哪些优惠呢 第一个就是房型升等 如果你的下一个等级呢 有空房 它就会帮你升上去 那第二个呢 就是四点延迟退房 第三个 每天都有提供双人早餐 第四呢 提供100元的礼券 或者是每一个resort 每一个饭店都会提供 至少100美元的优惠 可以让你用在酒水 或者是使用SPA 这个是以不同的饭店而定 然后还有免费的Wi-Fi提供 这些东西加起来呢 其实它的价值 大概也会不亚于 就是你在外面订房 所做的折扣啊 有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提供 非常不错的折扣 比如说第三碗免费 或者是第四碗免费 这个是我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 收到他们会员旅游部 寄的信 他就跟我讲说 如果你在一个月内呢 去住京都的Park Hyatt 那你就可以享有 第三个晚上是免费的 通常Park Hyatt 一个晚上基本房型 要价4万到5万台币 如果你住三个晚上的话呢 等于是直接省下5万块台币 好 这是蛮惊人的 我这边呢 再举一个例子 我2023年呢 打算要去巴黎岛旅行 我在考虑说 要住四季酒店还是阿曼 最后呢 我选择的是阿曼 所以我就向 美国运通大白的客服 请他给我报价 如果要在阿曼 阿曼道里住两天 费用大概是多少 那他们给我的报价呢 是2734.6美金 那我同时也在阿曼的官网里面 去做报价 发现阿曼给的价格 也是2734.6美金 不论是大白还是官网 其实给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透过美国运通 白金秘书来做订房 你还可以享有上面讲的FHR的优惠 那我最后帮大家做个整理 FHR的领域呢 是适合给没有时间做比价的人使用 毕竟你要出国去玩 我建议你还是要多方比价 各个比价平台的订房住宿优惠 通通都把它操作一次 那你就可以知道 哪样子的订房方式呢 是最便宜的 那CP值最高的做法 当然还是住两个晚上送一个晚上 或者是住三个晚上送一个晚上 这个都是每晚就可以省下 1000美金以上的这个房价 那FHR它所赠送的早餐 延退房型生等跟100美金呢 你有用到其实就是划算的 这次特别提醒大家 在日本地区 如果你要订餐厅 都必须要求以饭店作为担保 才能够协助待定日本餐厅 我之前询问客服 客服回复是说 有太多台湾人订餐厅 最后都没有去吃 所以导致日方餐厅食材有点浪费 所以后来日本这一边 就不接受无担保的定位服务 他们要求说 一定要有饭店作为依据 这样子他们比较好去追人 但是其他国家就没有这个问题 只有日本才有 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是 大百高CP值的用法 第一个呢 你要选2万刷卡金 还是选6万7分 我个人推荐你选积分 第一个 如果你把它拿去转售 它至少是2万7千元的现金价值 第二个 你可以开票自用 比如说 你把5万里转入长荣 或者是华航 你就可以兑换 四段亚洲区外站的商务舱来回票 那你只要投跟尾 再补一张机票 就可以完成 一整年的三趟旅行计划 可以参考我们这边 长荣的里程开票教学 跟华航的里程开票教学 其实我都有写文章了 你只要稍微看一下之后 就知道如何开出 四段亚洲区商务舱的机票 接下来呢 跟大家介绍 这个跟团办卡的好康 如果你这两年 都没有申请过美国运通卡 那么你就是新户啦 新户跟团可以跟宝可梦 领2000点的宝可梦 骂骑积分 这2000点的宝可梦骑积分呢 可以来跟我兑换 2000块的礼券 或者是你选择现金500元 美国运通的纠团活动 只到2023年的1月31号 如果它的活动有延续的话呢 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活动细则里面 往后延伸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如果你要上车的话呢 建议你到我的部落格来看一下 我们的游戏规则呢 都会在那边做即时的更正 如何跟团呢 只要到我的粉丝专页 私讯我 当你都完成了开户任务 而且认刷一笔999元之后呢 就可以来我们的系统回报 收到你的资料之后呢 我会在一个月内把你的奖品直接回馈到你的指定账户 最后结论 你适合申办美国运通千账白金卡吗 这张卡片呢 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申请的 如果你的生活消费习惯 跟他所提供的优惠是互相抵触的 或者是你还在累积资产的阶段 其实你都不适合申办这张卡片来使用 如果你的生活消费场域呢 就是美国运通千账白金卡所提供的这些 饭店餐厅还有海外的FHR服务 那么你就很适合申请这张卡片来省钱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了解美国运通千账白金卡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